我發現他不斷的攻擊 謾罵 而且很多是針對媒體的 三立啦 連中央社我覺得那個問題還OK 那個很中性的 很中性 就是說我們要跟中國保持友好 可是又要顧住主權 你是如何做到 對 那所以我認為他是有一些失敗主義 在潛意識裡面 他認為他要敗了 所以他一直說我不服氣 然後在那個肇事現場 你看 跑到同溫層的時候 你們爬不爽 就罵一個 那韓伴不敢承認 結果大家還是去翻出當天的現場 他說那個聲音很類似 旁邊有人 對 或者是旁邊有人 可是他去找 那時候麥克風就在韓國瑜手中 所以他說我不服氣 不甘願 那個情緒哪裡來的 就感覺上無法力往狂爛 但是整體看下來 你可以看到說他幾個特色 他沒有正面表列 就是無證件 三場證件會 自己被自己敗掉了 沒有證件發表會的證件會 然後攻擊對方 已經是沒證據了 但是他後來已經到毀謗 你怎麼拿得出 其實我有告他這一點 他說蔡英文買了九成的媒體 那還說這個媒體 每一個媒體 每一個媒體 他的發言人來 或者是藍營的媒體來 我都問他九成媒體是誰 他以前是說九成的名嘴 跟上的電視台 都被蔡英文收賣 那時候我跟賴昆成去告他 可是更等而下之的是什麼 他昨天拿神明出來詛咒 這個我實在是嘆為觀止 結果誰答得最好 我認為宋楚瑜答得最好 宋楚瑜說 舉頭三尺有神明 人在宮門好修行 一步一腳印 人在做天在看 你怕熱就不要進廚房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你看 他非但是被定位成 最沒有水準的候選人 你看這樣一個沒水準 從他的這種暴怒暴走 怕熱然後在廚房裡面失控 頭緒 然後你看他的肢體動作 他一直從證券發表會的時候 他就一直敲桌 整個怒目相似 整個面容 說實在我 你們說不會 但是我昨天在家裡看 他的那種暴怒的那種最高點 我真的很害怕 他會不會去打蔡英文 因為蔡英文回嘴了 我真的 我沒有看過這種場面 你說 衝過去打龍頭 不是 我心裡有一個 這樣一個想像 我不是說他會 我是說我真的很害怕 他以為你回嘴啦 他會不會過去 回嘴啦 不能回嘴啦 可以回嘴 他以前是有打人的前科 暴怒的程度已經到達說 他會不會插嘴 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你這樣 開始在頂嘴 那種失控的程度 已經到達這種地步 當他情緒 處於這樣的一個狀況的時候 你知道嗎 他離總統大位越來越遠 晚間十點 敬請鎖定 正知道了 這是一段時間的 你會不會是一段時間 令你馬上 李斯瑪